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他常常会崩下去跳到淡水河里去游泳 然后跟旁边那种同样要游泳的朋友说 一口气不游玩三千公尺不叫做游泳 每一个人在内心的深处 一定是希望唱一些是自己很喜欢的 跟自己的感情很一样的这种歌 只是那时候找不到那些歌 所以只好唱一些外面的歌 就没有自己的歌可唱 也是一个现代青年的悲哀 所以他就开始尝试 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内心之中 其实一直想的是 我们应该是唱一些跟我们比较有感情的 我们一听就会打动我们新的歌 而不是只是去唱外国人的歌 这样的一个苗 我觉得那时候已经在他心里面已经有了 李双子跟我认识不到一年 在哥伦比亚听我唱的这些歌 然后一直鼓励我说 说你会美丽的倒税以外 你妈妈又是排完族 你一定可以把排完族的歌再去学回来一点 或者是或者你去想想看 应该可以再去唱出来 李双子要求我唱美丽的倒税的那一刹那完毕 大家起来给我鼓掌之后 这一辈子对我影响是这个 到现在还是有的 就是说他不止在歌上面对我影响 他让我去想到为什么悲难族这个歌 我唱出来以后是这么重要的 那我再会去想自己是谁 我在这么多的茫茫的人海当中 在这个都市里面 我到底是谁 悲难族是什么意义对我来说 因为我前一个晚上跟人家打架了 整个脸都不堪 还有牙齿都打掉 所以我是在台下休息 他就带我出征了 忽然上台拿着可口可乐说 我可口可乐从台湾喝到纽约 我唱Bob Dylan从台湾唱到纽约 可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歌 但是他那一刹那会那个举动 我也是很非常的惊讶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这个不惊讶的 就是可口可乐打下去 然后说难道我们就只有这些歌吗 我们还有什么歌可以一起唱的 大家都没有声音 但是他就开始唱 唱台湾民谣 这个也 这个也引来一些虚声了 然后他就大概就火大了 火大他就唱一首 叫做国父亲人歌 然后就更是引起更强烈的虚声 我记得很清楚全场都在虚他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在打乱 可是我相信李双哲当时非常清楚 觉得一个社会 如果你一直用他人的语言在唱歌 这个歌永远不会影响到普及大众 永远不会影响到人民 我觉得他真的在这一方面 比我们的自觉要高 双哲其实有点被赶压着上架 因为在舞台上 人家问他说 那不唱这些西洋歌唱什么 我们有什么歌 小朋友你知道吗 我们是地方哪里了 我知道呀我知道 我相信李双哲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有点像反攻自行 就是如果我在一个热门音乐的演唱会里 我批判别人说 为什么我们不唱自己的歌 那我自己首先应该去思考 自己的歌是什么 可能自己的歌也不是望春风 也不是雨月花 也不是我的祖国 就是包括这些当时 他习以为常认为的 唱自己的歌的自己的歌 里面也并不是自己的歌 自己的歌是从自己的生活 从自己的周遭的环境 有感而发出来的很多心事 他觉得毕业典礼怎么老再唱一些 好像跟自己无关的歌 所以他写了一个 他希望将来在淡江大学 毕业典礼可以唱的歌 就是我送你出大囤 我送你出大囤 你看那大囤山高又高 我送你到大河边 你看那大河唱又唱 像那大河唱又唱 我们师父又来了 像那大宗山高又高 他已经变成了台湾在一个解研之前 社会运动里面真正有动力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在杂志上写文章 好像要推动什么 可是他是行动的 他就走到街头 他就在淡水 他觉得他自己在淡水读淡江 读了这么久 他爱这个小城 他觉得这个小城怎么可以把自己 传统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寺庙 就这样拆毁 从李双泽事件 这个可可可乐事件 一直到后来的金运奖 其实在当中 就有很多的学者 其实在开始写歌 把歌放在自己抽屉书包里面 才会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 需要歌的时候 有那么多的歌跟歌手出来 1976年或者1977年 就在李双泽9月7号去世以前 其实并没有名歌运动这个名称 也没有校园歌曲这个名称 所以我后来一直在想 是不是一个好的运动 其实他原来并没有运动的意识形态来主导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自然形成的过程 而且在形成的过程 他才有机会修正 自我觉醒 跟自我不断去调整他的方向 通歌是金运奖的火焰 通歌是金运的火焰 是丰收的大和尚 是丰收的大和尚 你是刀万毒 你也是老不朽 你也是老不朽 是将的血管 都很累 他很想 好好到海边去 或过两天去啦 到海边去休息 后来从他的作品里面我看到一首歌 我忘记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了 我从高山走下来你从海边走过来 可是你在那边就醒不过来 你让我的心耳枯萎啊 你为什么醒不过来这样子 让我觉得很像在 在预涵着自己 将碰到怎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也觉得很荒谬 那甚至 我就说跟朋友觉得 那个时候就很气愤 就觉得想踢他的身体挤脚 就觉得说 你不是讲不游三千公尺 不叫做游泳吗 那你怎么会 这么荒谬的事 变成他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河流里死亡 用力敲钟大声说法 他这一生 也没有白火了 我想我最怀念他的时候 其实是他被遗忘的时候 三十年来 李双泽的歌声 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符号 而这个符号 它会不觉如履 不觉如履的串联起很多 有共同梦想的朋友的一些记忆 我们摇摇的美丽头 不请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独仙们正是者 唱这个歌好像很危险 或者怎么样 我们最后还是坚持唱这个歌 我们想到他们功夫做得很好 他们跟着唱 他们也知道这个歌 然后我后来下去看到很多人也是泪流满面的 很多记者在那边也是泪流满面的 就有六年级七年级的 学生甚至八年级的 他们在底下掉很累 所以你看那么久以前 双泽就写了这样的歌 到现在还是感动很多很年轻的那个心田 我觉得这个 美丽的少年中国 在双泽走了之后 传这样的 这么久 没有什么过去没有任何商业的机制在支持我 双泽的精神不死呢 其实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是可以看到很多意思 就是 就是 一个歌迷的浪漫出的 对 很 很 很豪派的 可是他又不是英雄主义 所以 我今年双泽那时候很难过 想出什么好东西 但是我这个标题为他不是个英雄 大家在进入李双泽的时候 要多想想双泽是一个非常非常开阔的 真的是一个梦想共和国的年代 所以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李双泽那边认识所有的朋友 在他去世以后 走向统派 走向独派 走向蓝 走向绿 走向各个不同的角度 可是 在那个之前 没有这个东西 我想有的话只有一个叫做梦想共和国 那我希望这个梦想共和国还可以完成 那今天这个共和国支离破碎 所以因此 很可能台湾很多的角落让人沮丧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那个梦想共和国本身不存在 如果这个梦想共和国的本体不存在 其他所有看起来好像落实的东西 其实是假象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 真正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今天还坚持在 唱双泽的一个基本的歌的很多朋友 他们是了解这个原点 所以他们也希望 能够把这个梦想共和国 在这个岛屿上 重新再能够建立起来 我们想要好好地学我的 要上山地活下去 好难得全难咋死 从现在就要绝华底 与共一代与共两代与共三代 我们要永远赶下去 我们隔着调摇的山河 去看望祖国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迹 我用我游子的乡舟 我们隔着调摇的山河 去看望祖国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迹 我用我游子的乡舟 你对我说 古老的中国 没有小众 是给没有家的人 想念 想念中国 也不要小众 想念 是给不回家的人 我们隔着调摇的山河 去看望祖国的土地 去看望祖国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迹 我用我游子的乡舟 我游子的乡舟 想念中国 我游子的乡舟 我游子的乡舟 没有学乡 我游子的乡舟 想念中国 没有老舟 没有老舟 想念中国 我游子的乡舟 是大地的人民 你的足迹 我的乡愁